在今年的夏天,台灣的籃球真的是非常的熱鬧 SBL、PLUS LEAGUE還有T1 LEAGUE這三個聯盟 加起來總共17支球隊,展開了搶人大作戰 我們特地整理了這段時間以來的球員動態 來看看到目前為止,誰是球員市場的最大贏家吧 今年台灣籃球盛況空前 年底將同時有三大聯盟輪番開打 包括最早成立的SBL 去年正式開打的PLUS LEAGUE 以及今年成立的T1籃球聯盟 算起來SBL5隊、PLUS LEAGUE6支隊伍、T1聯盟也有6隊 台灣的頂級籃球賽場上將同時存在著17支球隊 是國內籃壇史上競爭最激烈的戰國時代 隨著籃球技一天一天逼近 各隊也不斷展開搶人大作戰 希望能有個好的開始 PLUS LEAGUE首屆冠軍台北富邦勇士隊 持續補強戰力 在選秀會上挑中曾經旅美的王綠祥 並簽下去年破簡而出的張更豫 以更正中兩位年輕小將曾祥軍跟周桂宇提前換約 讓球隊戰力有增無減 去年跟冠軍只差一步之遙的台信夢想家 儘管主力球星楊敬敏離隊 但立即網羅受過CBA兩年洗禮的吳永勝 他將用實力證明自己 此外還簽下新竹球王成立煥 讓球員市場血流成河 更為對戰增添一大話題 儘管新竹藉口工程師跟成立煥分道揚鑣 但球隊用重元籤選進劍型科大的高砲塔朱雲豪 補上原本球隊最弱的一款 另外繳來前SBO玉龍隊球星林宜輝 希望一局闖進季后賽 Classic今年剛擴編的高雄鋼鐵人最早有動作 簽下今年自由球員市場名氣最大的球星 黃金世代的最強射手南模呂正如 一局成為正中看板球星 並順利簽下選秀榜眼程宥偉 為建構球隊打下基礎 另外一隻新成立的新北國王 與選眾會中的洪凱傑 陳俊男 聂歐瑪 曾宇豪 林士軒等五位新就完成簽約 此外還簽下簡佑哲 李凱燕等人 也找回殷商戰離球場的楊心智 團隊戰力逐漸成行 而即將迎來元年的T1League 聯盟六支球隊行銷走在最前頭的高雄海神 補償也大有斬獲 簽下旅外多年的28歲國手胡摟帽 並耕耘在地籃球 與來自義手大學的呂威廷 蘇文如簽約 另外補上于幻雅 于淳安等多位九泰選手 本土戰力驚人 期許首年就能衝擊冠軍杯 催生T1的新北中信特工 也正積極佈局 首屆選眾會中陸續指名獲得了 阿巴西 謝亞軒 魏家豪 東方易康 劉敏諺 周成瑞等六名新秀 另外也網羅中生代豪手呂稷兒 劉偉成加盟 最近三更37歲的空位李學齡簽約 成為球隊中的領導者 期待再創藍壇的中信王朝 原本就擁有蔣玉安 黃聰漢 李其偉等國手的 老字號球隊台啤 正式公布了新隊迷 他們將以台啤英雄參戰T1 期盼能夠再度邁上連霸之路 開創T1的台啤王朝 台灣籃球進入戰國時代 新球隊逐漸擴張 三個聯盟正面對決 活絡了球員市場 球員跟球隊也重新洗牌 球技還沒有開打 已經成功炒熱話題 在森多周少的局面下 球員是目前最大的受益者 但是能否打出刺激好看的精彩球賽 就請球迷們拭目以待 在未來的節目當中 我們還會帶來更多的台灣籃球相關消息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也請您可以訂閱MOMO Sports的YouTube頻道 或是訂閱MOMO TV的臉書粉絲專頁 以上是今晚的節目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週一到週四 晚上10點再會 拜拜